4月9日晚上 美国南加州江西同乡会 在圣盖博士举行晚宴 庆祝同乡会成立22周年 及第10届领导集体正式就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乔务组组长王学正领事 领事孙卫东 阿罕布拉市副市长沈世康 与美国南加州新乔老乔代表 和江西同乡会近200位会员齐聚一趟 成立于1994年的南加州江西同乡会 最早是来自台湾的江西老表成立的 22年来 在9届里坚士团体的领导下 同乡会积极参与组织了 美中之间的文化 教育 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活动 服务在美乡亲不断成长 特别是近年来 同乡会会员更是迅速增加 在大家的见证下 新选出的第十届会长李斌 副会长王素文 理事长徐和生 监事长邓贵凤等正式就职 李斌会长表示 已经正式为美国南加州江西同乡会 注册非盈利组织账户 并将会修改会章 同时将会努力使同乡会回归相亲 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 基金已经成立多个信区俱乐部 并且获得会员们热情的加入 下一步将携手礼监事会 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要向前部女学习 将会务发展得更好 江西省政府乔办等政府机构 及兄弟社团 向西一届干部就职发来了贺信与贺电 典礼上表演了欢庆的中国锣鼓 优美的民族舞蹈 以及精彩的好莱坞魔术等节目 来宾们举杯欢庆 畅讯相情 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而又难忘的夜晚 《魅力中国》 洛杉矶报道 还有男人 以וש喵 叶瑞锦 叶瑞锦